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季平 志远哥 你怎么来了 季平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你要上哪儿去啊 那天你不是听到了吗 爹主妇娘带我回老家 季平 我以后不能教你识字了 这件事我没做到底 但是这个给你 我不能要 听陈先生嘱咐你要好好学习 即使回去 也用得上他 没关系 到了新学校会发新书的 这个留给你 就算是他在帮我 继续办那件事行吗 师父 咱今天歇一天行吗 志远要走了 我去送送他 好 去吧 你吗 义 大家去 Brady 攻附了吗 鼓声 梓潍 三哥 你别哭 我 我长大了我就回来 对了 我不是给你留了作业吗 记住 好好写那个课本上的作业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检查的 孩子 我们走了啊 志愿 走吧 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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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来自破产啊 我们钱怎么办啊 就想到不让人火了 就去找老板去 找老板有什么用啊 老板昨天晚上跳大鸣湖了 跳大鸣湖了 那我们怎么办 哎呀 他爹啊 这明天啊 你还得去趟集上 这买不了多还买不了少啊 得买回点粮食 咱这嬷嬷铺还得接着开呢 一块钱军票 还盯不了四毛钱 而且给谁谁不要 拿一大堆去 又能买了多少粮食啊 爹 沈泽 我回来了 啊 启萍回来了 咱没给你师傅上圈夜场啊 师傅受了风寒 说今天歇一天 哦 那待会儿烧点姜汤 给你师傅送去啊 哎 咋还没烧火呢 烧什么火呀 家里都没粮食了 红旗探娘 红旗探娘 哎 来 来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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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哎 你听说的不 银行明天兑换军票 真的呀 可不真的 那银行都出告示了 哦 这天上的张宗昌 当初发军票的时候 说好半年兑换 这可好 都两年多了 越发越烂 就是不对 哎 你听说咋对了吗 还能这么对 一比一 他发的军票还能不值钱 我说你们家明天去对不 当然去对呀 哎呀 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哈哈 哈哈 爹 嗯 明天的人准是少不了 你又挤不过人家 明天还是我去吧 不行啊 明天换回来的可都是大洋啊 这么多钱交给你个孩子 我可不放心 哎 明天啊 就穿这个去啊 一来呢 能挡挡寒 二来啊 这么多钱 以后有地方藏 爹 明天要不要我和你一块去啊 你 你小小年纪那干什么 可 可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不用 你就放心跟着殷先生 我陪着爹 不 我跟爹去 爹让我陪着你吧 闺女啊 有你这句话 爹就知足了 嗯 这满家里头啊 就惦记一个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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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爹啊 哎 还是让洪喜跟你一块儿去吧 别 这孩子愣头青 粗迹竟惹祸 可别叫他起来 那你小心点啊 哎 爹 我和你一块儿去 你不得跟殷先生出场子吗 早上不用出 我跟着去看看 也叫沈子放心 喝 这小狗养大了 也能使唤了 走吧 快点 快点 快来解票 哎呀 你看我说什么了 咱们还是起了晚了 爹不晚 天刚亮 银行也不可能上班这么早吧 你没看这么多人吗 快走吧 哎 完了完了完了 咱们还是来晚了 爹别急在这儿等着 我去跟岸去哪儿排队 爹千万不要着急上火了 等着我啊 哦 你也慢点啊 你真不是坏眼淡羊啊 你淡羊 快快点啊 你真坏眼淡羊 叔叔 请愿在那儿排队呀 还没排队呀 你真坏眼淡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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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站在排队呀 大家等着等着呢 怎么怎么看没呀 怎么怎么办呀 这个啊 怎么怎么办呀 对不对啊 今天 这么难啊 哎呀 今天又白来了我开始 好 俊平啊 俊平 爹 爹 爹 哎呀 俊平啊 哥别急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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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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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小偷 不要脸小偷 哎 你今天怎么付我钱呢 你 你今天怎么付我钱呢 你今天怎么付我钱呢 你拿的 我付我钱呢 就不扔我钱呢 闺女啊 今天可多亏你了 哎呀 爹 嗯 今天这么多人 我看咱们是换不上了 还是回去吧 哪能呢 好不容易排到这儿的 要不 你先回去吧 别耽误了殷先生的事啊 可今天人这么多 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呀 爹 还是回去吧 今天人多 明儿人就少了 你先回去吧 那去 你说 那有人出来了 诸位 对不住了啊 上头有指示 今天只队三百人 三百人以后 就回去吧 明天再队 過去 ages 雪 你还急 你还窜 你还致得 我还想 还要 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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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们怎么不叫我呢 我这一睁眼就天亮了 对上了没有 没对上 没对上啊 为什么 去晚了 爹 怪我 你老别生气啊 今天对不上 咱明天再对 走走走 回来了 对上没 没对上 人家只对三百人 咱们挤不上 没对上就没对上吧 先吃饭吧 三寸他娘也回来了 他也没对上 今天对不上 咱明天对呗 只要他对 那早对晚对不都是钱吗 赶紧吃饭吧 洪喜啊 今天就别睡觉了 为什么 天黑之后 咱俩俩就排队去 咱们排他个头号 看明天对上了不 不用 爹 我一人排就行了 那你明天早上再去就行 不行 咱俩俩都去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沈子 我爹呢 这天没黑啊 就跟你哥上银行排队去了 从现在排到天亮 我劝他 他也不听 这回要是再对不回来钱 恐怕他连老命都得给搭上了 我去看看 爹 景平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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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闺女 你怎么跑来了 这又不是打狼 用不了那么多人 爹 你怎么这时候就来了 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呀 这时候来 这时候来还差点排不上呢 能排上咱吗 当然能了 我数好几遍了 前面一共是一百一十个人 人家队三百个 咱在里边呢 爹 你年纪大了 回去歇着吧 我和洪喜哥在这儿排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闺女 你可不能受了风寒啊 受了风寒怎么唱曲啊 快回去吧 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 爹 你再不走爹生气了 洪喜哥 你可照顾好爹 放心吧 放心吧 这闺女啊 有良心哪 没白疼她 ır 啊 噢 再夢亲 衝刀 抢邰 我撑胏了 期间 squ pi 好 好 诸位 不好意思啊 奉沙楼命令 今天只堆一百人 一百人以后呢 走吧 走 走 走 这不白白了吧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这场里全没了 走 走 走 俊平 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啊 好 沈子 我去 你在家等着吧 去了 早点回来 对 这是怎么了 对上没 张总昌 不是你八倍总装 你倒是说话呀 这边不是回来说能对上了吗 本来就能对上了 这回一开门 说只堆一百贺 那不是耍着人玩的吗 爹 别急 对不上的也不是咱一家人啊 都怪我 都怪我呀 怎么能怪你呢 都是张宗昌那王八蛋不干好事 不怪你 怪我 怪我 怪我呀 怪你 我要早去一会儿 排在一百号里 不就对上了 你要是排到九十号 说不定啊 他就只对八十号了 你没事别在那胡说八道 你已经不发的好事 行行行 算我说错了成吧 我们都排了一夜了 赶紧上场歇会儿吧 不行 咱不该回来 咱们应该接着在那排啊 老东西你不要命了 对 走 现在就排去 说不准这已经晚了 爹 你上哪去啊 今天的人都没散进呢 你去不去 你不去我一个人去 爹 爹 爹 这哪是对钱这是对命啊 咱们不对了 不对了 不对了 你可真有本事 不得一家人吃什么 喝几杯风去 爹 我师父说了 他们要是真对 早对晚对都一样 他们要是装装样子 咱们也挤不上啊 你再敢说 丧门兴 你就不会说句好话 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这不是你当心头肉疼着的闺女啊 她说什么了 对不出来钱 你朝她使什么劲啊 爹 我也去 不行 小孩子气我不放心 公鞋 你走不走 他爹啊 这再怎么着 你得把鞋穿上再走啊 快点 爹啊 小心点啊 加油 叔叔 我怎么觉得要出事啊 我觉得要出大事啊 婶子 咱也不能在家等着了 我一会儿去跟师父说说 今天不唱了 你在家里做顿饭 我回来给爹送去 也顺便提提他 我去吧 不用了 那个地方咱不要一家人都挤着去 你在家里做点饭 我去看看就回来 那季萍 你去了快回来啊 我这心里可发慌 师父 季萍怎么了 我爹今天排队换军票 我得给他送饭 咱今天能不能不唱啊 哦 换军票 那你赶紧去吧 哎 告诉你爹 别着急啊 季萍啊 来 戴上点衣裳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兑回来呢 哎 快走吧 早点回来 别让沈子着急 哎 孩子养大了 可以使欢了 你养条小狗墙啊 哎 哎 哎 爹 哎呦 季萍 你怎么来了 明天一会儿啊 这是没去出场呢 我跟师父一说 师父就让我回来了 他让我跟你说 别着急 哎呦 这殷先生 好人哪 爹 吃饭了 哎 季萍啊 你看爹回来就对了吧 咱们啊 今天排了个十一号 可明天 他不能只对十个吧 哼哼 爹 吃完饭后 你就回家歇着 我和哥在这排队 那可不行 好不容易排在前面呢 你先回去吧 人家殷殷先生心疼咱们呢 咱不能不懂事啊 爹 快 回去吧 那好 爹我回去了 正好 沈子在家惦记着呢 我告诉他 爹爹排到了第十一名 哎 快回去吧 哎 那季萍来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跟我没话说 你懂什么 季萍是个聪明孩子 他知道该怎么做 你又不理人家 人家个女孩子 能主动上赶子 哎 哎 啥实话 季萍长大了 我把你们的事办了 我就死了 也能闭上眼了 爹你说啥啊 吃饭 对不起师父 你个孩子 怎么荒散忙死的 成天毛手毛脚 倒向个粗屎丫头 好 师父 您明天再教训我行吗 怎么 我爹这两天 在银行排队换军票 我这心里总是发慌 感觉要出什么事了 你这孩子 怎么不早说呀 那可烧什么洗澡水呀 赶快回去吧 快回去 哎 告诉你爹 慌也没用 别慌 好 爹 爹 这闺女 怎么又跑来了 哎 来 来 来 洪喜哥 你回去睡觉吧 今天我陪爹 那咋倒行呢 哥 你回去吧 昨天晚上就是你陪着的 今天晚上我陪吧 哎 人启萍心疼你 你就回去吧 爹 这又不是打狼 还用三个人哪 你回去吧 让启萍陪我就行了 哦 那行 那我走了啊 走 哎 哎 继萍啊 你吃饭了吧 还没呢 一回家就赶快拎着饭来了 哎呦 你看爹真是老糊涂了 那咱们爷俩一块吃啊 嗯 继萍啊 早上爹骂你 你 你没生爹的气吧 爹 你说什么呢 我知道 爹心里急 哎 就是再急 也不该冲你那样 哎呀 你不知道啊 骂完了你啊 爹坐着一天哪 心里不知有多后悔了 爹 别说了 你是当爹的 别说骂几句了 就是打也打的呀 话不能那么说呀 虽然你叫我爹 可必定不是我亲生的 爹难道不把我当成亲生的闺女吗 可你到底不是 小小年纪 就离开了自己的家 离开了自己的父母 心里能好受吗 你叫我爹 我却骂你丧门星 你心里能好受吗 爹 别说了 在我心里 我一直把爹都当成亲爹 您要是不骂我 我还觉得您见外 爹 我知道 爹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 这孩子 从小就没看你掉过眼泪 快别哭了 可一转眼 来爹家都三四年了吧 这要是亲爹在呀 你现在早在北京 叫人伺候着上学呢 爹 你别说了 纪萍啊 跟着爹 只能过这样的苦日子 小小年纪 就得去卖唱 爹心里不好受 你心里怨过爹吗 没有 爹 如果没有你 我和子健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爹 我要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和子健 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家 这孩子 一家人说这干什么 纪萍啊 说起来咱们家日子过去还行 开着个某某铺 起码吃穿不愁啊 可谁知道现在 爹 沈子总说 我命不好 方人 听你沈子瞎说 他那个人就那张嘴 纪萍啊 你得学会施好来人哪 往话说嘛 咬人的狗不叫 反过来呢 能叫的狗不咬人 你沈子就是那条能叫的狗 纪萍啊 那天爹又不在了 别跟你沈子闹翻了 你们还得在一起过日子呢 爹 你说什么呢 你别叫小子 冪萍 你去哪儿过去 你去哪儿我 天哪好像太太 姬平 你说那天市场上 那么多人 你咋就认准了我们呢 这不说明 咱们爷儿俩有缘分了 上辈子就该是一家人 爹 别说了 快吃饭吧 粥都凉了 姬平 咱们是一家人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 你答应爹 万一哪天你爹找回来了 你也不离开咱们家 你还是咱们家的人 行吗 爹 好好地说着干吗呀 吃饭吧 吃点吧 你不知道啊 有时候爹想起来 又睡不着觉 自己养了好几年的闺女 万一哪天你爹真找回来了 莫非说你就走 养了好几年的闺女了 说没就没了 爹 不会的 你不能只这么说 你得答应爹 就是你爹回来了 你也别离开咱们家 你还是咱们家的人 你不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 爹 你别说了 我答应 好 好 这爹就放心了 爹就是死了 也能闭眼了 爹 别说了 吃饭 爹 你还是睡会儿吧 这两天真有点盯不住了 我躺爹睡会儿 别 爹 地下凉 你就靠着我睡吧 你今天动我吗 没问题 爹 睡吧 这 行吗 行 没事 我睡了 好 你遵挤山 你不睡会儿 你也能帮我 你为家人 你不睡觉 你就别担心 我来找个人 我一回来 你不睡觉 你老eur 你不睡觉 爹 爹 天亮了 开水了 开水了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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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你来了 洪夕啊 你可吓死我了你 靳平啊 靳平啊 看 看 靳平啊 我说你禁不住我吧 你看是不是腿麻了 快起来 活动活动 爹 今天肯定能对着 你俩回吧 我在这儿就行了 哪哪能呢 九十九败都败了 还差点一哆嗦啊 你赶紧领济瓶走吧 一会儿指不定多挤呢 不用 我一点就行 多什么话呀 快领济瓶走 一会儿别挤着 去吧 孩子 爹 你小心啊 去吧 赶紧别走 走吧 走吧 快快把这个拿着 快把这个拿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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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奉上面指示 现在已经是民国 一切行为举止要文明 为了体现男女平等 女士忧心的原则 今天只给女士队 明天再给男士队 男士们请回吧 好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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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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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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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走了 你讓我接受怎麼辦 爹 爹 你給我啟開 爹 夏祖宙的沒錯 你放爹娘 你放在你爹地公國 爹 爹 爹 海公公司 爹 爹 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咱也劝劝娘去吧 你个老东西 就这么走了 丢下这三个孩子 让我怎么办 这个没良心的 你说你最疼他了啊 含在嘴里怕化了 碰在头上怕摔着 有什么用啊 娘 您别太伤心了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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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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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不用那么早起了 早上的活儿都由我来干吧 洪喜哥 家里的某某房还能开吗 怎么了 要是不开了咱就早做别的打算呀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杨 你有什么打算 我一个附到人家 我懂什么呀 这家不是由你们当吗 可要是不开某某房 前面这么大的灶也是可惜了 咱院子的北头有个开茶馆的 要不咱也开个茶馆 院子里有泉水也不需要什么本呀 好主意啊 娘 你看 你还说祭平不操心咱们家里的事 吃着你的饭吧 吃着这家里的饭 穿着这家里的衣服 操点家里的心 有什么不应该的 来拿点泥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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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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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说说你怎么什么都会 一百一百干锅地三 拿去吧 道理兄弟 歇会吧 大家辛苦了先歇会吧 对了好嘞 嫂子 你也别着急 什么日子有时间过的 别说您院里就有拳子 开茶馆出了碳 不用本就挣钱挺好的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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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给你拿来了 这什么壶都拿来了 过去家里开茶馆 现在不用了 搁着也是搁着 谢谢了啊 金瓶 来来来 我把壶拿进去 谢谢大叔了 谢谢啊 大家先歇会儿吧 好嘞好嘞别管了 娘 这刚开始干 不错了吗 沈子 你是人还是鬼啊 走路怎么没动静呢 娘 好好说话 有事吗 沈子 我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娘 寄屏跟你说话呢 知道 我又不是没耳朵 沈子 爹死了 以后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 不过我能挣钱 虽然我是学徒 但师父说了 以后挣的钱 也会给我分分子的 我把我挣的钱 都交给你 那我可得谢谢你了 沈子 子健还能上学吗 娘 季萍 季萍问你呢 季萍 你也是多问 娘能不同意吗 你给我滚 滚 娘 你给我滚 你爹让你给放死了 你别在这儿再放我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人都让你给放死了 你还想着你自己上学的事儿 我就是喂一条狗 我喂了四年多 我也该喂熟了吧 这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白人狼 娘 你怎么能真不说他呢 人家怎么只想着 自己两个人的事儿了嘛 那开茶馆的事儿 不是季萍想出来的主意 季萍 快回去 先别说了走 我不活了我 让他连我一块儿放死算了 这天天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这饭都吃不上了 还想着他弟弟上学的事儿 沈子 你给我滚 你不是我们家闺女 你能滚哪儿去上哪儿去 快滚 沈子 对不起 你别难过了 我以后再也不提子贱事儿 我去上学的事儿了 姐 娘怎么了 她都哭了一晚上了 好